學弟 自己稍等一下 全班學長 請問有什麼事嗎 這 念出來 可是 壞念 丹鐵 什麼事 對不起 哥哥不在這裡 再念一次 戰鐵 是戰鐵 他怎麼可能 學長 為什麼你要對我下戰鐵 因為 我要替小蝴蝶出一口氣 你明明就已經有喜歡的人了 為什麼還要答應跟他訂婚呢 這關乎我家族的事情 不方便多說 好 既然這關乎你家族的事 我可以不多問 可是 你已經有了未婚妻 為什麼還要繼續跟奈雅公主在一起呢 我 我看啊 你只是想要討奈雅公主歡心 完全不顧小蝴蝶會傷心難過 甚至還跟他 取消婚約 取消 艾雅公會長 取消婚約了 怎麼會這樣子啊 小蝴蝶好可憐喔 今天 我要來主持正義 幫小蝴蝶討回應的公道 好 順便 給你一點教訓 學長 艾雅 我 學弟 我在跟你說話 你有沒有聽見啊 我要跟你挑戰 時間就定在明天下午 地點 欸 搞什麼 這 這 是給我走掉嗎 時間跟地點 都還沒講清楚 我要不要寫著啊 紙條來提醒他 艾雅 艾雅 耐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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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知道我一直在叫你 你為什麼要假裝沒有聽到 這也是公共場合 請你放手 為什麼要還給我 我只是把東西誤歸原主罷了 而且我不是已經用耳背 把話說得很清楚了嗎 我不懂 為什麼你態度突然轉變 情人節那天晚上我們不是 過去就過去了 已經變成回憶 我不是已經跟你說過謝謝了嗎 你是認真的嗎 我做任何事情都很認真 你應該知道 那我要知道原因 好 你身為猛騎士的隊長 到現在為止 你只找到三個猛騎士 眼看艾黑勢力一步一步靠近 猛騎士無法團結 你要怎麼保護我 我盡到猛騎士該負的責任 我並沒有忘記我身為隊長的責任 我竟然沒有忘記 那你就應該知道時間緊迫 更不應該把寶貴的時間 浪費在談情說愛上 所以你現在是在用奈雅公主的身分 在告誡我嗎 沒錯 我和你之間 現在只剩下奈雅公主 和猛騎士隊長的關係 請你清楚地認心這一點 不要超出自己的本分 我瞭解了 我瞭解了 從今天開始 我會把我寶貴的時間 放在我應該做的事情上面 奈雅公主 阿瑞克 阿瑞克 我不能讓你一直面臨難過 和痛苦的抉擇 分離 或許是讓你解脫最好的辦法 太好了 太好了 成功了 我總算成功地研發出四餐嫩煮口 味的熊熊餅乾了 這個味道 熊熊們一定好喜歡 要幫她取名字 對… 就叫她 BAMBOO COOKIE好了 妳 就是烏拉拉 是啊 該醒來了 她剛剛確定是在跟我說話嗎 BAMBOO COOKIE 再說話 會任何嗎 就 ded 說話 要求你 讓你出現 看 看 你在哪裡 哪裡 是 所以 然後 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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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哎 你可不可以小心一點啊 你忘記 我們現在是私下偷偷見面耶 啊 對話 對不起啦 哎 不過全法學長 你又來這裡要做什麼 你不是一直都很希望 艾瑞克會長可以喜歡上你嗎 對啊 你上次不是 對啊 你上次不是說 可以讓小艾哥哥學好的方法 那是什麼 其實 要讓艾瑞克會長喜歡上你 方法非常的簡單 傳人說只要借助 愛來又愛去魔鏡的魔法 就可以了 什麼是 愛來又愛去魔鏡 它是一面充滿愛情魔力的鏡子 只要你親手交給它 然後讓它照一下 它就會喜歡上你了 真的假的 那太好了 在那邊 愛來愛去魔鏡在哪裡啊 在我這裡 不像應該是在魔法倉庫裡 魔法倉庫怎麼去 從這邊直走 遇到第二個轉角的時候 右轉 然後往上兩層樓 繼續直走 碰到一幅油畫之後再左轉 右邊第四個門 知道囉 好太好了 謝謝你和全法學長 那我先過去了 拜拜 拜拜 對不起喔全法學長 你說 看到第幾個轉角 又右轉 從這邊直走 碰到第二個轉角的時候 右轉 往上兩層樓 繼續直走 碰到一幅油畫的時候 左轉 這邊第四個門 好 謝謝你喔 又怎麼了 你說 看到油畫以後 是要左轉還是要右轉 好 這次我記得了 謝謝你 那個 你說是 算了 我帶你過去好了 哇 你的法學長得好好喔 等一下 等我去 等我一下 啊 等一下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就是這裡喔 魔法倉庫裡面的東西 都很危險 不要亂動 這個 就是傳聞中的 真的嗎 不要掀開 為什麼 你不說 要讓這個 艾瑞克會長喜歡上你嗎 如果 你要讓他喜歡上你 就只能夠讓艾瑞克會長 自己掀開黑布 懂嗎 哪有 哪有這麼嚴格 我再說一次 總而言之 只可以讓艾瑞克會長 自己掀開黑布 有沒有記住啊 好嗎 不氣不氣嘛 不氣不氣喔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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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